百貨公司內暗迷摸 這名男子提著包包 悠哉逛大街 跑到專櫃櫃位旁 東看看西橋橋 只見手扶梯上明確寫著 百貨賣場尚未營業 請勿進入 他當沒看見 直接大腳一跨 搭到B1 四處遊蕩 但這時早就是百貨公司 打揚時盾 店員早有耳聞 黃姓男子是百貨 前入常客 事件發生在新北市永和區 一間百貨公司內 這名男子趁著關門時 鑽進百貨裡 1號時就曾被警衛抓到 當時他公稱肚子不舒服 進來裡頭找廁所 結果上廁所時睡著了 沒聽見打烊的廣播聲 但8號晚間 他又被發現前入百貨 被依照侵入住宅罪送辦 黃姓男子過去有多項竊盜 儘管兩度潛入百貨沒有刑切 但仍被依照侵入住宅罪送辦 屢次擅闖打揚百貨公司 是內籍找廁所 還是心懷不軌 恐怕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記者李宥辰新北市採訪報導 我現在在看工作 我現在不想要 有一段時間 我現在不想要 你的手 交通不沉 你可以去找廁所 不想要 我現在不想要 你可以去找廁所 我現在不想要